我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民宿里面它是没有梳子的 我得去买一把梳子 这个房间灯光好暗 昏昏暗暗的 看看外面下不下雨 外面风好像很大 听着声音 这就是哈尔滨市中心的夜晚 冷 一开窗子全是凉气 这就是哈尔滨的夜晚 市中心的夜晚 一出门我也不知道哪是哪 跟着感觉走吧 全凭感觉不用导航 咱们只走20米就到中央大街了 多近 出来走走心情好好 总比闷在房子里面好 有空咱们去到这里焊蒸去 看看没 已经走到中央大街这位子了 这边全是卖排档的 什么锅包肉 我炸这炸那的 来过这地方 老蔬家 锅包肉 那锅包肉怎么卖的 15一份 是鸡肉的还是猪肉的 你鸡肉 现在就直接在这买对吧 那我们买一份吧 一会儿 前30秒还说管住自己的嘴 后30秒就什么都管不住了 谢谢 谢谢 这个是鸣片 到时候可以定餐的是吧 这是号 刚刚说过的一切誓言都忘记了 我太笑我自己了 真是 那我干别的还好 这是咱们的锅包肉 现在找个地方去把它吃掉 这边都是在旁边买一些零食的 然后找个位子做的 咱们找个位子 这边还有烤串 看起来很好吃 这冰糖葫芦 又人了 咱们前30秒说的那个誓言 减肥 我都理得这样子了 吃完之后立马变卦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锅包肉魅力太大了 我为什么自己买了 因为他说了里脊肉 因为像15块钱这种锅包肉的话 好多都是用鸡肉烂于充速的 但是实实在在的鸡肉还现做的 这功夫不够废的了 这么看来哈尔滨的美食还真的是很实贵 上面要啥有啥 什么胡萝卜身冲身的 要什么有什么 先出锅了 第一口吓的时候我就想跟你们说真正中 哈尔滨的锅包肉最好吃的 最正中了 为什么呢 可能辽宁 今年我不清楚 我知道辽宁 锅包肉用的是番茄汁 一用番茄酱的话就不正中了 正中锅包肉就是醋和糖 酸甜口 正好好吃的 我要是不买的话我会后悔的 下次再回来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前面又撒过凉了 还好吃 这种小份还可以现做 做的比大饭店那种大盘的锅包肉还要做 我不知道它这个锅包肉是不是有数量限制 我这里面6块 这我刚刚吃的一共6块 6块锅包肉 5块钱 太直了 特色大腰子 严手鱼 比卖锅包肉的还火 这边这一侧到处都是美食 鸡柳 小丸子 新疆大串 哈尔滨红肠 长沙臭豆腐 西纸什么老北京暴肚 什么网红烤冷面 不过少男少女还是很多的 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发现真是找腻的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我就习惯了一个人看着那么多人 傻狗粮 习惯了边吃边看 我们人类包括动物也一样 真得自己去发现 自己去尝试 不管什么东西 你要给自己很多希望 或者是你不经意当中 你就出去尝试一下 总归会有惊喜的收获 正宗的锅包肉的汁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透明的 酸甜的 你吃起来不酸不甜 就是那口感正好 这个锅包肉做太正宗了 嗯 不是在这里 你吃老谁家的锅包肉 你给我走 你不要在这 不能让我坐 好吓人 说真的 我都比黑车会还吓人 然后我换这个位置 我就坐这了 然后他就盯着看我都不烤串了 盯着往这很横的看着我 他盯着往看 老是饼头的 不是 饼头这个 饼头这个 饼头这个可以去参加一个摩托 那也不行 对 太横了 我妈呀 刚刚没给你们拍到那一幕 我被 被个像黑灯会一样的给驱赶了几次 很横的不是驱赶的问题 很横的那样子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说 刚刚我遭遇了什么情况 在那边吃 那个地方是个公共位置 就是说旁边所有卖大排档的人 都会在那种卡座上吃东西的 那是公用的位置 但是我吃了一半的时候 我就被一个摊主 不是摊主 我跟你说 摊位最顶头的这一家 一个老板 不知道他说老板 反正在那好横的 横不得身上的别大把刀那样子 被他很凶猛的驱赶了 他是不讲理的 就是以那种黑社会的那种口吻来跟你说话 就是你见过电视身上那边那张黑社会 或者是说从那种新闻频道 看到那种不讲理的身上别大刀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人 然后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对不对 那也不是讲理的地方 我一个小姑娘家家 我只能委屈自己 我就端着我这锅包就走了 走了我就离他摊位的桌子 可能隔了五六个桌子 我就到其他地方又坐下了 坐下之后他又自己在这不烤东西了 就在那盯着我们这些人看 就是说他要把这个位子全给霸占了 整个那一排桌椅都霸占了 为啥不知道 然后就盯着看 就盯着你好像还要冲你来了 那样子似的 那我就心里有数了 我就知道挺危险的 然后我们端着锅包肉就走了 然后我就去店家问那个人 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公共位置 我在你家买锅包肉 在那吃处可以的 他说可以的 我说被人驱赶了 然后刚刚就有了那一番的话语 这样看来的话 我们家没有这种情况 看来这个地方还真的是 多的话我不说了 大家细品 头上烧炒 我是坐在那儿似的 有他 对 他卖锅包肉的 他卖锅包肉的 他摊也不能 所有的位置也不能他扒占了 跟他没关系 对 跟他没关系 看你买了哪家锅包肉 完了他心里不得意 那也不能这么罪大人 太过分了 真是欺人太甚了 我坐那位子给我擀了很凶的 像黑车会的 对 坐那个地方 然后里头应该也不是他 对 那跟他没关系 然后给我擀了很凶的 然后我就跑这坐了 跑这坐了 然后就开始凶 这不是他这个 就是的 没事 我其实不想跟他发生冲突 别打起来 要是跟他那啥的话 因为我又不是他无缘无故的 就在这凶 我是那么想的 所以我就忍忍就算了 他现在犯不上了 对 没事的 他过不上 我现在犯不上 一个小姑娘在外面 刚刚厨师说了 可能因为我没买他家锅包肉 开始横行八道了 我说 我们不太方便把他脸拍下来 为啥呢 怕真的引起冲突 因为刚刚真的是无缘无故的 就来了这一处 这是中央大街了 这是哈尔滨中央大街 人蛮多的今天 那边到处都是小羊妹 我现在回房间里了 看我今天出门遇到这种事情 冒充黑社会的 就这么朝着我来了 其实我也不服气的内心 我也想跟他 跟着对着干的 其实 这性格所自 但是又想想了 我一个小姑娘 我跟他对着干 也不图什么 没有什么必要 我就是想跟他理论一下 然后把警察叫过来 其实没有必要 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没跟他一般见识 我呢 之所以平时旅游 喜欢住在市中心 就是因为觉得市中心安全一点 觉得人多 这样的话少了一些危险 今天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在市中心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可想而知 如果我在很偏僻的地方 自己一个人旅行的话 想想吧 肯定也会遇到很多小危险的 我们自己都设想不到的小危险的 会有的 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好 好